多謝各位來到中西的文章 我們今天很平行請到謝孝博士 跟我們分享一個講題 就是中華智慧與西方哲學 謝博士是中西大學哲學博士 和中華文化族做中心理事 我願意掌聲 題目是中華智慧與西方哲學 我們一般來說 哲學就等於西方哲學 其他地方是沒有哲學的 非洲哲學、南美 其實不是很承認 或者他們不是很熟悉的 有的但不是很承認的 勉強尖到邊的就是中國哲學 尖到邊的 但是中國哲學 沒有說中國哲學是否是哲學的問題 首先避開這方面 但這個的確是一個現實 因為西方哲學整個體系的獨立性 和整個哲學史的承傳 由希臘直至現代 還在繼續行進 如果現在所有 在大學讀哲學系 都是讀西方哲學 其實包括香港、台灣、澳門 或者中國大陸 你讀哲學系 都是讀西方哲學為主 所以西方哲學是很龐大的體系 其他的哲學 甚至我們自己中國人 講自己中國哲學 都是有人還是一個問題 中國是否有哲學 在現在哲學界仍在爭論 都是在爭論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是西方哲學的完整性 的確好像奧運 奧運希臘 中間雖然中斷了 到今天都每四年一次 2004年再舉合 希臘 中間斷了一些 但是都是三千年到現在 都是延續 西方哲學就是一個 這麼強的延續性 譬如印度有少許哲學 中東有少許哲學 非洲有少許哲學 南美洲有少許哲學 亞洲有少許哲學 日本有少許哲學 但哪會有奧運 這麼連續性 這麼體系性 但是與西方哲學相比 其實中國一個儒家 道家和佛家都是一個很大的體系 延續性 問題是儒家、道家、佛家 本身是某種以上的宗教 好像基督教 我們一般都不是說 基督教是一個哲學史 雖然西方哲學裡面 有很多基督教的東西 但是基督教本身的神道 本身不是入到一個哲學史 所以讓儒家、道家和佛家 本身不是入到一個哲學史 所以中國哲學 知不知哪個問題 都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尤其是西方來說 它一定要成為一種哲學 你一定要很嚴謹 你不可以依靠任何人說了就算 但是西方、東方這邊不同 東方我們有很多聖言 譬如道家 尤其是儒家、孔子、佛家、惠能 它們是權威 這些東西出來 你一定要接受 或者立足點已經很強 根據老子講、孔子講 根據惠能、釋加茂來說的觀點已經很強 但是西方哲學不可能這樣 西方哲學本身要不斷批判 為什麼西方哲學這麼龐大呢 因為我們要看西方哲學的起源 是希臘哲學 希臘哲學開始到現在 今天來說都沒有中斷過 希臘哲學有它的目標和定位 有它的目標和定位 這個是我們遇到 甚至基督教是沒有這個定位 等一下我說哲學是目標和定位 但是因為這個定位它定得很嚴格 所以西方哲學從來都遇到很大的困境 很大的艱距 譬如一代一代巨人出來 一代一代巨人被推翻 所以哲學的任務非常之艱距 非常之艱距 很多西方哲學家都承認自己很多領域陷入群境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哲學的問題 在我這個講座 最最後我自己觀念覺得 雖然我們中國中華智慧 大家有共識 大家都全部接受中國有一個哲學史 我們中國哲學還未能夠堂皇 自己在邊邊走還未堂堂皇皇 名正言順華屬於一個哲學系統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用中華智慧 現在不是用中國智慧 用中華智慧去研究西方哲學 去看西方哲學 是好玩到不得了的 大家在後面就看到了 好玩到不得了 可以這樣講 現在達到結論 在哲學裡面沒有了中華智慧 沒有了餘導式智慧 是不可以的 直接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 很有趣 西方哲學雖然這麼龐大 如果這些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一無所知 我想這些西方哲學家基本會陷入群境 尤其是21世紀 譬如海德格爾 羅素 這些西方哲學都會認識到中國哲學的 知道中國哲學裡面有很多不可以忽視的智慧 理念在這裡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的西方哲學家他不是很懂中文 他只是通過一些翻譯 中文的翻譯 例如看路紙、論語、液經、佛學等 他不懂中文 他對這些儒道式智慧很困難 就是那些未必是哲學家 就是學學家、專門學家 他懂中文的學家 西方、德國、美國、英國 他對於把這些剛才說的道德經、佛經、液經 他們有極大困難 極大困難 他們接近沒有 但是他們雖然這麼大困難 他們都很想知道 中國中華智慧裡面有什麼哲學的概念 他們都很想知道 雖然他們很難掌握 這證明到了這一世紀 西方哲學沒有了中華智慧 沒有了中國哲學的哲學家參與 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的 因為哲學 西方哲學的定位和目標是很嚴謹的 必須每一步都要非常確定 才能夠行一步 比如說要定義中國有沒有哲學 這一步你都要很確定 現在還未完全走了 但是有個問題 如果中國有沒有哲學 有沒有哲學史 和西方哲學是否可以融合 這個問題還未解決的時候 我們作為中國人 怎樣去參與西方哲學的遊戲呢 怎樣去玩這個遊戲呢 怎樣去玩呢 其實在某種議題行 西方哲學是開放的 開放給任何民族去參與的 例如西方哲學的大部分大哲學家 都在德國 雷布尼茨、康德、黑格爾 甚至海德格爾 全部都是德國 大部分 80%至90%的大哲學家都在德國 德國的大哲學家 他的寫作基本是用德文 全部都用德文寫的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懂德文 八、九十%的哲學 都不可以參與 那你怎樣可以成為一個 加入哲學界的遊戲呢 有人提出這個疑問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 必須解決 不解決你走不了一步 我解決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歷史上很多大哲學家 西方哲學家 是不懂得聞的 譬如很多英國哲學家 甚至我覺得卡爾法國哲學家 這些小數 不是大多數 是小數的西方哲學家 但都是大哲學家 他未必懂得聞 但事實上他屬於西方哲學史的部分 會說不一定要在語言上精通 精通完才可以參與遊戲 那他們怎樣交流 他們寫法文寫英文 怎樣跟德國哲學交流呢 實際上 現實上他們是交流了 譬如這個最早期的哲學家 阿里學、阿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帕拉圖這些 很明顯他們不懂德文 那時還沒有德國、德文出現 他們可能是拉丁文 希臘文 希臘文還沒有拉丁文 希臘文 這些是大哲學家 西方的大哲學家 起源 他只懂得希臘文 但他都屬於不懂德文 德文還沒有出現 但他仍然可以打破語言的問題 他去構建西方哲學士 所以關於語言的問題 我們中國人第一步 中國人第一步 中國人可能會懂英文 但要懂得文 不是很多中國人懂的 所以我們的處境 跟阿里士多德、帕拉圖 也不懂得文 所以我覺得語言 不是參與哲學遊戲的一個終極障礙 所以我們用中文去講哲學 可以打破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中國人作為中國人 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 我現在都會講 要進入西方哲學 進入哲學這個門 你叫門 這個問題 入門的問題 你門都未入 未有資格 你怎麼說呢 第一個語言 我覺得是可以 以除了這個障礙 不是一個絕對障礙 通過很多方法 語言可以跨過這個障礙 因為歷史證明是可以 很多次我加不懂得文 另一個方法就是 第二個方法就是 慧能的例子 慧能的例子 慧能它本身 真是 連字都不是好 連中文都不是好 不要講這個泛文 現在研究佛學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用泛文 或者是巴黎文 印度來的東西 如果你說 這個 但是現實上 現實上 慧能這個 不要講這個梵文 和巴黎文 連中文都不是好 的人 他對於整個佛學 歷史 這個當年的 譬如這個 波野學 維式學 這些東西 大成小成的 究竟慧能認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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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 他不是認識多少 但是慧能這個例子 就說明了 慧能這個例子 說明了 一個中史語言 不是好通 文字功夫不是好強 對整個佛學歷史 這門學問 不是由頭到尾很把 但是它在佛學上 共義非常之大 沒有一個人 能否定慧能 在佛學上的成就 甚至 慧能可以說 某種程度 重新構建佛學 譬如做一個禅宗的成功 所以 所以 其實佛學和智學都有類似的東西 雖然西方沒有這些聖言 像是慧能 我們叫慧能 就可以入門 慧能可以入門 其他人 不是很精通 不懂梵文 巴黎文 對佛經人不一定很有學問 但是可以參與佛學的經濟 智學也一樣 雖然我們不一定懂得文 包括我們不一定非常在西方智學史裡面 很純熟 好像慧能在佛學裡面那麼純熟 我們一樣可以參加智學史 西方智學史的研究 所以 語言和學問的基礎 其實在智學上 或者法學上 其實是可以破 這是可以破 破了我們就是唐而皇之 唐而皇之 而踏入這個 智學的門尼 所以其實西方智學是有這個問題的 它很嚴謹的 你一道不通就會鎖住你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才有資格 用中華智慧去分析西方智學 非常好玩 因為我們入了門 而且在哲學界裡面沒有了中華智慧 沒有了中國哲學的概念 是不可以的 這是不可以的 就是你研究法學 完全不懂慧能的學算 你學法真是很不可以的 很不可以的 你很多難題破不了 因為很多法學難題在慧能那裏 就是基本破十 雖然他不懂印度文 雖然他文字功夫不太好 他的學問也不是很龐大 就是一個大師級的人 國學大師 但是他可以參與這個科學 我們在這麼極端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參與西方智學 入了門 其實西方智學 在我們中觀他們自己的歷史裡面 他也有除了德國人 他也有其他的法國人 希臘人、英國人、荷蘭人 他有很多其他非德國的人參加 而且這些智學家 不是一定每個都熟讀整個西方智學史 他有很多時候 他有很獨立的見解 尤其希臘 在希臘早期智學家 哈利哈利特 這些早期智學家 泰勒斯也被承認偉大的智學家 雖然他是早期 但是他後面的智學都沒有 但是因為他提出的概念很厲害 所以可以成為智學史 即是等於貴能 他提出解決到問題 智學裡面最艱鉅的問題 大難題 他就有資格參與西方智學史 現在我們要去明正言順 好像偉能一樣 踏入佛門 踏入智學的門 現在講智學的目標和定位 智學師為何這麼難 他有個目標和定位 雖然這麼多智學家 但是他有共識 你入門 你要入佛門 雖然你未必懂遺識論 未必懂波野學 未必大成小成 偉能什麼都不是 但他為何能入到呢 因為他是參與解決佛學終極的目標 你只能參與解決佛門 例如他提出首詩 《徒提本無書》 《明鏡逆飛堂》 《本來無一物》 《何處野神開》 這樣就解決佛學很多很多問題 尤其是智性的問題 變成佛性的問題 這是佛學上非常重要的問題 因為他解決了有資格入門 但是你不解決不行 你不解決什麼 有資格入門呢 你完全不知問題 你沒有資格入到佛學大師的門 雖然你好像偉能的智慧很高 但你始終要有個共識 來參加去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你不可以說 你去解決另外一些音樂問題 主宋問題 你說你是佛學大師的不行 所以我們研究入這個智學門 就要知道它的目標和定位 其實智學有一個比較大的共識 它認為智學是科學的科學 科學的科學 雖然這個比較是一個通俗的簡易解釋 但是科學之科學 其實它吻含了一件事 就是人類在西方來講 西方整個學問題 建立在科學那裡 當然有神學 科學主要是科學 對於科學 怎樣去砍砍科學呢 它本身是智學 因為在希臘時代 以及近代 西方一直都有很多科學 很多科學家 為什麼這些智學家 就成為智學家 不是科學家呢 因為它是參與解決 怎樣去概括 從一個更高的層次去解決科學的問題 包括科學的存在 科學的認識論、存在、科學的奴緝 這些比較 科學的根本問題 智學家去解決 所以是科學之科學 用一個科學另一個層次的角度去研究科學 所以它不是科學家 所以是智學家 雖然很多西方智學家本身都是科學家出身 但是它升了之後 它就變成智學家 其實西方長時間 在20世紀之前 西方智學家一向都是在科學家之上 可能到20世紀比較弱一些 但是西方的智學家是在科學家之上 因為它是解決科學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比較闊一些、比較精確一些 不是沒有那麼通俗 科學是解決天地、人、神、學問的概括 因為剛才除了科學之外 其實智學裡面有很多神學 解決有神論、無神論、唯心論、唯物論 關於神的問題、神的存在問題 智學家都要解決 也解決天地 天地包括科學、人 很多道德、論理學、社會學、歷史學 天地、人神、學問概括 這是智學的目標和定位 另一個智學家的目標 就是尋找終極法則 為何它不是科學家呢 譬如科學家、牛頓、相對論 已經是很厲害的法則 但它不足夠 科學家覺得要進一步 要蓋過天地、人神的學問之後 還要尋找終極法則 智學是變成終極法則 你是終身研究與終極法則有關的東西 不是研究一些物理學、化學、工程的東西 你是研究終極法則的東西 所以你是智學家 所以智學的目標和定位就是這些 所以如果我們中國人 又不是很熟德文 又不是在西方智學界混出來的 從小到大出來的 我們研究中學智學 餘導式的東西 你又要融入西方智學 那你又要解決 你究竟是不是在蓋決科學呢 是不是在搞天地人神的學問呢 你是不是在搞終極法則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提出他的答案 好像衛能一樣 他自己提出他的法學答案 所以成為一個你可以參與這個遊戲 舉一個例子 西方這麼多次學家 當然可以俗語說 一雞死一雞鳴 一個出來一定很厲害的 沒有幾個被人對抗 然後一個出來很厲害的 又被人對抗 一層一層 好像一些潮流那樣 好像這些手機 大哥大一點 這些水壺一點 一級一級盡到現在 現在又不是蘋果華為 已經很厲害 現在遲下就不知道 一個一個出來一個很厲害的 但沒有多久被人推 所以在哲學界來說 其實有些好像過氣了 很痛苦的 有哲學家很容易過氣 但其中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 就是康德 康德其實到今天都不是很過氣 所以可以見到他在這個終極法則裡面 他做了很大的貢獻 他才能夠站到現在 21世紀還有很多人追從他 即是不會歐 不會歐這麼厲害的一件事 那康德做了什麼呢 舉例子 就是康德做了一個提出的先天綜合判斷 先天綜合判斷 剛才說的科學之科學 天地人生學問 他怎樣概括呢 就是他說人類的知識 學問、知識 是來自後天的 但在後天之前 未有些知識之前 有個先天的概念 先天的綜合判斷 一件事 人類是有這件事 有先天綜合判斷 真是有先天的東西 才有後天 所有後天由先天去決定 他在講 但很簡單 就是一個時空框架 時空框架 即是將所有知識 人類知識 是來自一個時空框架 X、Y、Z、X 像是迪卡字座標 整個人類的知識 是在框架上的 譬如他解釋數學 1加1為何等於2 這麼基本的東西 他就證明 就是人在未有經驗之前 一變空白之前 他已經有一個功能 人腦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 就是一個時空 在時空上 一節加一節 就等於2節 一節加一節 就等於2節 就在時空這個地圖上 實現了1加1等於證明 所以最基本的學問 1加1等於 都要有這個先天 綜合盤子是先天的 未有知識之前 已經有一個 預定的框架 這個框架 其實等於我們 一個眼鏡 即是說我們 現在我們近時 露花 我們除了眼鏡 我們必須戴眼鏡 我們必須戴眼鏡 人類認識學問之前 要戴眼鏡 才會看清楚 學問的基礎 看到這些資料 information 如果不戴眼鏡 是不可能看到的 就戴眼鏡 你不可能 尤其是醫生 你不戴眼鏡 你對著病人 是戴眼鏡的 你怎樣開刀 怎樣做一些手術 尤其是微創手術 是非常精確 所以醫生的眼睛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戴眼鏡性 但問題就是 這個先天框架的眼鏡 雖然眼鏡是一個distortion 是扭曲了事物 眼鏡其實是扭曲了事物 但你不扭曲事物 就看不到事物 看不清的事物 當然阿奇說 有些醫生是沒有近視的 沒有近視 但他沒有近視 他的眼球裡面也有個lens 是吧 有個晶體 如果他不近視的醫生 沒有了這個晶體 他看的東西一樣是蒙茶茶 晶體是一個突透鏡 突透鏡是將光扭曲 扭曲了 所以這個框架就是事實上 你將現實在真實的世界裡 要扭曲 你才看得清 是吧 因為我們眼睛 如果眼睛 我們神經沒有了這個扭曲的lens 我們是看不到的 看不清的 是吧 所以這個先天框架就是一個lens 將那些事物扭曲 扭曲到根據你的腦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人的知識 首先要將它扭曲成一個時空 將所有事物放在時空的框架裡面 才可以進行認識 才有人類的學問 康德提出這件事 所以它到今天都不靠 在智學史上一個非常大的貢獻 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西方的科學知科學 是要解決科學 研究科學是怎樣來的 要確定科學是可靠的 不是由科學家的確定 而是由智學家的確定 智學家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實際上在西方的科學來講 現代科學 甚至古代科學 它都是建立在數學上面 如果你不懂數學 你不可能做科學家 你的數學不勁到飛起 你都可以做科學家 是吧 相對論用這些漿量分析 煩到不得了 偏微分方程複雜到 不是懂數學 比大學數學還要高級的 是延構生數學水平 你才可以做科學家 所以所有科學都要很強的數學去運算 就是因為西方的文化裡的數學 特別是幾何學非常強 所以西方能夠利用幾何學的數學 去開展整個西方現代科學 而中國這邊 中國人幾千年 可能是十七、十八世紀 才知道有幾何學 由西方利馬鬥傳過來 歐紀里德 幾何原本 我們中國人才發現原來有幾何 中國人以前是有算術 有算術、有代數 但我們沒有幾何學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時空環節 不是很成熟這個時空環節 而西方很早 有這個時空 有這個幾何學 因為西方的文化來自這個希臘 希臘的文化來自埃及 埃及他們一日離落泛南 所以埃及很早已發展了這個幾何學 一日離落泛南之後 那些人要回去 水退了之後 要再去量一些田 屬於誰是誰 所以他們來到學校 有周期的泛南 每一次泛南退了 泛南退了他 就要漲量土地 在漲量土地 他要去到很精確 就開展了幾何學 幾何學一門 非常精確學問 譬如這個 一個三個型一定是360度 加上內閣 幾何學裡面有很多的原理 是推導出來的 是非常嚴格的 是沒有瑕疵的 幾何的推理是完全沒有瑕疵的 幾何本身是時空環節的產物 所以幾何的西方希臘的學問 繼承了埃及的幾何學 發展了幾何學 譬如阿里士多勒幾何學都很強 阿里士多勒的學院 他寫明是 如果不懂幾何學 不可以入外國學院 西方幾何學很早已經很發達 幾何本身是跟時空環節 所以西方時空的環節非常成熟 去到迪卡爾 17世紀 迪卡爾是開展的 迪卡爾座標 XYX 現在我們所有工程學 所有包括相對論 這個牛頓令學 都是這些 這些座標上面的數學 所以 連這個幾何學 根據康德來說 就是時空環節 先天中的判斷完異 就是吻合 所以康德是這樣 現在舉了一個例子 現在舉了一個例子 通俗的通俗的簡易解釋 通俗的簡易解釋 但是科學之科學 其實它吻合了一件事 就是人類在西方來講 西方整個學問題 建立在科學那裡 當然有神學 科學 主要是科學 不是科學家 因為它是參與解決 怎樣去概括 從一個更高的層次去解決科學的問題 包括科學的存在 科學的認識論 存在 科學的奴緝 科學是根本的問題 知學家去解決 所以是科學之科 用一個科學另一個層次的角度去研究科學 所以它不是科學家 所以是知學家 雖然很多西方知學家 本身都是由科學家出身 但是它升了之後 它就變成知學家 其實西方長時候 20世紀之前 西方知學家 一向都是在科學家之上 可能到21世紀比較弱一些 但是西方的知學家 是在科學家之上 因為它是解決科學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 比較闊一些 比較精確一些 不是沒有那麼通俗 科學是解決天地人神學問的概括 因為剛才除了科學之外 其實知學裡面有很多神學 解決有神論、無神論 為心論、為物論 關於神的問題 神的存在問題 知學家都要解決 也解決天地 包括科學、人 很多道德、論理學、社會學、歷史學 天地、人神、學問概括 這就是智學的目標和定位 另一個智學家的目標 就是尋找一個終極的法則 為什麼它不是科學家呢? 比如科學家的牛頓、相對論 已經是很厲害的法則 但它不足夠 科學家覺得要進一步 要蓋過天地、人神的學問之後 還要尋找一個終極的法則 知學是變成終極的法則 你是在終身研究這個 和終極法則有關的東西 不是研究一些物理學、化學、工程的東西 你是在研究終極法則的東西 所以你是智學家 所以智學的目標和定位就是這些 所以我們中國人又不是很熟德文 又不是在西方智學界混出來的 從小到大出來的 我們研究中學智學、餘導式的東西 你又要融入西方智學 那你又要解決你究竟 你是不是在概決科學呢? 你是不是在搞天地、人神的學問呢? 你是不是在搞終極法則呢? 如果是的話 你可以提出答案 好像衛能一樣 他自己提出佛學的答案 所以成為一個你可以參與這個遊戲 舉一個例子 西方那麼多次學家 當然可以俗語 一雞死一雞鳴 一個出來很厲害的 沒多久被人推翻 接著一個出來很厲害的 又被人推翻 一層一層 好像一些潮流那樣 好像這些手機 大哥大這些水壺些 一級一級盡到現在 現在又不是蘋果、華為 已經很厲害 現在遲下就不知道 一個一個出來一個很厲害的 但沒多久被人推翻 所以在哲學界來說 其實有些好像過氣了 就很痛苦的 有哲學家很容易過氣 但其中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 叫康德 康德其實到今天都不是很過氣 所以可以見他在這個 終極法則裡面 他做了很大的貢獻 他才能夠站到現在 21世紀還有很多人追從他 即是不會歐 不會歐這麼厲害的一件事 那康德做了什麼呢 但舉例 就是康德做了一個 提出的先天綜合判斷 先天綜合判斷 剛才說科學之科學 天地人生學運 他怎樣概括呢 就是 他說人類的知識 學運 知識 是來自後天的 但是在後天之前 未有知識之前 有個先天的概念 先天的綜合判斷 一件事 人類是有這件事 有先天綜合判斷 真是有先天的東西 才有後天 所有後天由先天去決定 他在講 但很簡單 就是一個時空框架 即是說 將所有人類知識 是來自一個時空框架 XYZX 整個人類的知識 是在這個框架上的 譬如他解釋數學 1加1為何等於2 這麼基本的東西 他就證明 就是人在未有經驗之前 在一片空白之前 他已經有一個功能 人腦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一個時空 在時空上 一節加一節 等於2節 一節加一節等於2節 所以最基本的一節加一節 都要有先天 綜合判斷是先天的 未有知識之前 已經有一個預定的框架 這個框架 其實等於我們一個眼鏡 即是我們近時的路線 我們除了眼鏡 要夢查查 我們必須戴眼鏡 人類認識學問前 要戴個眼鏡 才會看清楚學問的基礎 看到這些資料 information 如果不戴眼鏡 是不可能看到的 夢查查 你不可能 尤其是醫生 你不戴眼鏡 你對著病人 是夢查查的 你如何開刀 如何做這些手術 尤其是未創手術 非常精確 所以醫生的眼睛是好 所以一定要大眼鏡性 但問題就是 這個先天框架眼鏡 雖然眼鏡是一個distortion 是扭曲的事物 眼鏡其實是扭曲的事物 但你不扭曲的事物 看不到事物 看不清的事物 當然有人 argue說 有些醫生是沒有近視的 沒有近視 但他沒有近視 他的眼球裡面都有個lens 有個晶體在那裡 是吧 有個晶體在那裡 如果他不近視的醫生 沒有了這個晶體 他看東西一樣是猛查查 晶體的 晶體是一個特透鏡 特透鏡是把光扭曲 扭曲了 所以這個框架就是事實上 你將現實在真實的世界 你要扭曲 進行扭曲你才看得清 是吧 因為我們眼 如果眼神經沒有了這個扭曲的lens 我們看不到東西 看不清 是吧 所以這個先天框架就是一個lens 給你把市民扭曲 扭曲到根據你的腦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人的知識首先要將它扭曲成一個時空 將所有事物放在時空的框架裡面 才可以進行形式 才有人類的學問 康德提出這件事 所以他到今天都不靠 在這個智學史上一個非常大的貢獻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西方的晶體 科學知科學是要概決科學 研究科學是怎樣來的 要確定科學是可靠的 不是由科學家確定 而是由智學家確定 智學家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實際上 在西方的科學來講 現代科學 甚至古代科學 它都是建立在數學上 如果你不懂數學 你不可能做科學家 你的數學不經到飛起 你都可以做科學家 相對論用這些漿量分析 煩到不得了 偏微分方程複雜到 不是懂數學 比大學數學還要高級的 是延構生數學水平 你才可以做科學家 所以所有科學都要很強的數學去運算 就是因為西方的文化裡的數學 特別是幾何學非常強 所以西方能夠利用幾何學的數學 去開展整個西方現代科學 而中國這邊 中國人幾千年 可能是十七、十八世紀 才知道有幾何學 由西方利馬鬥傳過來 歐企利德 幾何原本 我們中國人才發現 有幾何學 我們中國人以前是有算術 有算術、有代數 但我們沒有幾何學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時空框架 不是很成熟的時空框架 而西方很早 為何西方那麼早有這個時空呢 有幾何學 因為西方的文化來自希臘 希臘的文化來自埃及 埃及 埃及他們一天來俄泛南 所以埃及很早已發展了幾何學 一天來俄泛南之後 那些人要回去 那些水退了之後 要再去量回一些田 屬於誰是誰 所以他們來俄校有周期的泛南 每一次泛南退了 泛南退了之後 就要漲量土地 在漲量土地 他要去到很精確 就開展了幾何 幾何學一門 非常精確學問 譬如這個 一個三角形 一定是360度 加上內閣 幾何學裡面有很多原理 是推導出來的 是非常嚴格的 是無瑕疵的 幾何學的推理 是完全無瑕疵的 幾何學本身是時空框架的產物 所以幾何學 西方希臘的學問 它們繼承了埃及的幾何學 發展了幾何學 譬如阿里士多拉幾何學都很強 阿里士多拉幾何學都很強 阿里士多拉的學院 它寫明是 如果不懂幾何學 不可以進入學院 西方幾何學很早已經很發達 幾何本身是跟時空翻靠近 所以西方時空的框架是非常成熟 到達帝加爾 十七世紀 達帝加爾 所以開始是達帝加爾座標 XYX 現在我們所有工程學 所有包括相對論 牛頓令學 都是這些座標上的數學 所以 這幾何關 根據康德來說 是時空框架 先典中的判斷與度 就是混合 所以康德是這樣的 現在舉了例子,哲學的目標和定位 首先回到我自己或中國人的角度 再看這個,重新再review,重新再看一次 忘記剛才的東西 其實我們將人類學問分三分 人類學問是有人學、神學、科學 而這個人類學問必須三分,不三分不行 如果不三分就會造成很多分 例如科學和神學在西方很強,但他們爭論了很多年 他們爭論了很多年的問題 都是有很多人將神學帶入科學 然後又將科學帶入神學 科學帶入神學 就是在神學中用很多科學的論證去論證 譬如耶穌、果施報、羅施報、耶穌的故事 論證的羅、方舟、摩西的十大奇蹟、過洪海的可能性 就是用科學的論證 神學這幾千年都在做事 另一方面就是將神學帶入科學 有很多科學家 早期我指,可能是十七世紀之前 很多科學家是神學家 例如利馬逗,十七世紀前來中國 他們是一個很懂科學的 將科學帶入中國 所以西方十六、七世紀之前 以前的科學家在神學院裏面 在修道院裏面 由神父、神職人員去把神學科學 科學由神職人員去研究 其實到十七世紀之後才有些脫離 不是神父、不是神職人員的科學家 獨立的科學家出現 科學家早期出現 好像加利利亞 或者之前有一個叫什麼 加利利亞 被人處死 這個什麼布魯洛 因為他說地球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是太陽 那被人消死 被神學家消死 他本身想脫離修道院 自己搞錯 但是被修道院的科學家處死 說他已經剝道 所以當時的神學和科學的不分 神學、科學不分 引來很大的問題 所以人類學問必須三分 研究神學的神學 科學科學 其實今天科學和神學已經分清自己的領域 科學家不會研究神學 神學家今天不會去研究 參與科學的研究 可能他會研究科學 他不會直接參與科學研究 大家是各思其蹟 西方人就是把神學和科學分開了 他才強大 然後18、19世紀就征服勢 科學和神學分家不打架 就合作 分家才能夠合作 神學家騎著戰艦去征服東科 人類學問必須三分分開 首先分開就是科學和神學分開 另一分開就是人學和神學分開 人學和神學分開 在中國分得很好的 中國老公子講經鬼神而言之 在儒家裏面 在儒家裏面 盡量少講神 其實在道家裏面都少講神 道教就講到神 佛家也是一樣 真正的佛家不講神 鬼神 講義理 是否講般若波羅文科 但是有些佛教就講鬼神 所以佛家和佛教 有時要分開 佛教不一定等於佛教 真正的佛學大師不一定要求神拜佛 宵香這些東西 但是有時是混在一起 相安無事分得很清楚 道家和道教都分得很清楚 比如你在中國大學裏面 你學道家哲學 你不會去學鬼神 那些東西 但如果在道教寺廟 你可以搞這些東西 所以道家和佛教都分得清 在儒家和儒教也一樣 因為現在更加少講鬼神 經鬼神而言之 因為孔夫子這些權威廣告 所以仁學和神學分得很 不過仁學和神學 中國都是有神學 不過不是那麼蓬勃 但是無論如何 仁學和神學沒有打架 是分為國安其分 剩下一樣就是科學和仁學 科學和仁學 在西方來說 其實都打架打很多年 因為仁學不獨立 所有都是科學 所有都是科學 西方學問全部是科學 至於近代他們才發覺 原來這個人民科學很重要 人民科學很重要 人民科學其實不是科學 不過他都要加科學的命 因為一切學問都要科學才正道 所以在大學裡面 很多人民科學都叫人民科學 或者是社會科學 雖然社會科學都是跟科學開始分清 但是在中國這邊 因為中國我們整個五千年的學問 都是基本在人學裡面 基本在人學 我們很少 神學很少 科學都很少 我們整個儒道式 全部都是關於人的學問 我們人的學問自然已經同 因為不是很多科學的東西 即使有我們都不會研究儒道式 都不會研究科學 除了麥子、麥加有少少科學 其他都很少 這樣的情況下 在中國這個大地區幾千年 人學和科學已經分了一間 直至到可能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 清朝引進西學之後 就引進西學科學 科學與民主 主要是科學 就算引進了科學 在中國的時候 科學和人學都是分開 都分得清 因為科學和人學是五 科學是研究物質的人 人學研究人 這兩門學問不同 如果你把這兩門學問混在一起 我們就會引起很多困難 譬如有時候我們說道德 怎樣去用科學論證 道德 論證這個孔子 孔子之學 合不合科學 現在合不合科學 萬一之合不合科學 你就會引起很多爭論 搞得自己混亂 所以科學、人學必須分開 人學其實包括天地人的東西 科學其實某種角度來說 我們中文翻譯都不錯 科學其實包括兩樣東西比較重要 第一個就是分科學 科學一門一門分科學 科學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翻譯的英文沒有 另一個科學非常重要 是講實證 實證 你要用很多科學實驗 數學論證、挪出論證 才成立的 譬如劉敦定律 或者相論的經過很多證明 但是在神學方面 我們不會用這個方法 不會用分科和實證去要求神學 很多人證明上帝傳傳 證明耶穌是三為一體 證明耶穌是聖母馬利亞同精所生 要證明聖母馬利亞同精 要證明耶穌死後復活升天 如果要用科學去要求神學都死得了 現在經香就不講這些 神學講人和神的關係 所以越來越少論證這些剛才講的 雖然還是講這些 但是引入了科學的東西 撈亂了 很大問題 同時人學也一樣 如果人學我們藉助很多科學的知識概念 可以藉助 但是不可以用人學 不可以用科學的東西 然後將人學分開一科一科一科 然後是VCAD買的 或者將人學每一個倫理 每一個道德 什麼佛聖 波野 這些東西 什麼是彼岸齒岸世界 什麼是幸福 什麼是痛苦 什麼是苦海 什麼是因果 如果全部用科學的要求 死定了 所以我其實研究我們在哲學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是撈亂 將這三個學問撈亂了 很多知識學大師走到最最後一步 其實到了20世紀 出了一個非常偉大知識學家 叫海德戒爾 他覺得不行了 搞了幾千年 到最最後 斜斜轉斜轉 原地踏步 越搞越複雜 越搞越麻煩 結果所有問題都沒有答案 所以他做了一個轉向 他的轉向 就得到很多人的認同 所以他是康德之後 來一個偉大的哲學家 這個哲學家大多數中外人都很尊重 他的1976年去世 在選現代的哲學家 很現代的 很多人 他的地位在哲學界 雖然不像衛能在法樂界 或者老子在道家哲學那麽高 他都要相當高的地位 很多時候我們引用海德戒爾的概念 都可以做很多論文都可以賺得住 他的轉向 他就創造了一種哲學 他叫做存在哲學 我們聽了很多的叫做存在主義 是沙特的存在主義 其實沙特存在主義的水平 跟海德戒爾的存在哲學是不同的 沙特好像是海德戒爾的學生 當然他的存在主義比較普及一些 因為他對文學著作、小說 有很大的影響 很多電影都很大影響 但以純哲學來說 環黎海德戒爾的存在哲學 比較水平高一些 有代表性一些 得到多一些共識 他的存在哲學其中主要的概念 這個就很深 這個概念叫做存在者與存在區別 為何海德戒爾的存在者 能夠在康德之後另一個大山 就是因為他提出一個 將哲學容易存在這個概念 其實存在的ontology 在十七世紀已經有人提出過這個ontology 但海德戒爾是將整個哲學 構建在存在上面 他的道理就是這樣 我們研究哲學 一定要認識海德戒爾 等於我們研究瑜伽 一定要認識 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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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 一定要認識 你也要認識主義 這些 海德戒爾 他將所有哲學問題概括 用存在去概括 存在 存在為何會這樣呢 其實在西方的文字裡 所有都是work to be 所有一句完整的句子 中文都可能沒有這個 一定是work to be 西方的哲學 很多時候變在語言上 語言等於跟真理很有關係 所以所有語言都有這個work to be 這個work to be就是存在 to be or not to be 所有問題最基本就是存在 所有問題最基本就是存在 當然在神學而言 就是神存存在 神存在 但是去到其他的 所以 研究所有哲學問題的最基礎就是存在 然後才有存在才有其他 他提出這個存在 存在者就是所有事物 中文有事物 包括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 現象都是存在者 譬如這個水 有一個事物 它是存在的 所以它是存在者 存在的東西 譬如我現在講講座 一些聲音的概念 我的思想的存在 我的概念的存在 我的觀念的存在 都是某個觀念 我講每句說話 某個觀念 某個詞 它都是一個一個一個存在 這個叫存在者 存在在的東西 東西、事物 包括物質和精神現象 但問題是存在者 研究一件一件 傳統的智慧集中在存在者 存在者、事物和精神 每一件一件去研究 但這些存在者 共同的東西 共同存在 每一件事物的共同性 就是它存在 精神存在、物質存在 概念存在、邏輯存在 甚至幻想也存在 我們的創意也存在 虛擬世界也存在 software也存在 你做了出來便存在 你未做便不存在 是吧 比特幣、虛擬貨幣 你做了出來 用礦機開抗了出來便存在 未開抗、未開出來便不存在 虛擬貨幣 無論物質、虛擬的東西、精神的東西 它都是存在 所以它共性的存在 所以 凱德界將哲學的目標移向這個 存在這個概念 究竟存在什麼東西 存在這個概念 存在究竟是什麼東西 不是研究存在物質、精神、概念 存在本身 將存在者與存在區別 這個叫存在區別論 它的主要觀點是 它追尋這個存在 人類的知學家或人類的學問是追研究存在者 智學家就不研究存在者 智學家就研究存在這個東西 這個神秘的東西 智學家研究存在 不是研究存在者 最後一次研究存在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便發現 第一 這個存在 它研究這麼多年寫了這麼多書 它的著作多得不得了 到現在都未翻譯出來 沒有什麼人看得完 看得完太多了 研究這麼多 它的最後晚年的結論就是 根疲力盡 關於存在這東西 還未能扼白到 然後它的結論就是 存在一個傲備 一個傲備 我們永遠都要去追尋 不會有答案 還未找到答案 他自己找不到答案 他說一句後話 這個答案可能是東方智學 這樣就幫中國智學開了很大的空間 開了很大的門 開了很大的門 等於佛學 遺跡論 波野學 很多年都研究不到 很多年都研究不到 如果有一個高人 譬如五祖宏仁 就是衛行的師父 他說佛學答案可能在衛行 雖然衛能 不是一個大師 學問人不是很多 文字人不會懂 在佛學裡面沒有什麼 背份 一個磨米的人 陸先生就是清少年 但是佛學的最終學問 可能在衛能 等於海德說的話 他存在的奧秘研究 他總結這麼多 幾千年三千年的西方智學家 都找不到這個存在 他再集中問題去研究這個存在 他都是根備力盡 找不到答案 這個是永遠奧秘 但答案可能是東方智學 所以他後期花很多時間去研究道德基 他在這個問題之前這麼難 他其實開闢了幾條路 幫後人開闢了一條很偉大的路 為什麼他成為這麼多智學家 都供應他的地位呢 就是他開闢了一條路 他覺得存在這個詞 研究存在 什麼東西去研究存在 就是一個恥在 恥在 我國內說第一次是恥在 在說存在的東西 在研究存在 什麼東西是研究了 存在的是一個恥在 某種國內說是人 在研究這個存在 連這個研究者以前的學問 就是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對象是分開的 在科學上來看分開的 比如科學家研究一個水、物質 研究一些法學、研究一些地球、星球 這些東西是給一個研究科學人員去研究的 科學人員研究的時候是不研究科學人員本身的 是吧 科學家的時候也是一樣 但是後期 關於存在的問題 追到追到什麼 必須研究存在的人 必須研究研究者本身 這個就是恥在 恥在的研究存在 恥在和存在都是存在 恥在和存在有很大的共同性 所以研究者必須要研究研究者本身 如果將所有注液在被研究的對象不行 因為自己都屬於被研究的部分 所以研究者要研究自己 才找到問題最重的答案 這樣的時候 哲學從研究物質 科學變成研究人 將腳踏入人學那裡 哲學從以前研究科學 為科學為科學做概括 變成做人 研究人這個存在 做一個基本的基礎 必須解釋人的存在 才能解釋存在的問題 打開存在奧秘 而人的存在都是 所有人關心的 譬如生老病死 譬如神學說 人死了之後去哪 為何人會出現 為何我會出現 我將來會去哪 這個就是 將研究者本身的存在 的秘密打開 才能夠打開很多知學救備 這就是海德介意 我們現在逐漸逐漸 回到中華自貿這邊 其實在哲學界之前 有很多很困難的問題 其實在某個角度說 整個西方的哲學史 都圍繞遺物和衛生 爭論了幾千年 其實沒有得安 沒有得安 遺物為深就是說 究竟世界最基本存在 這是生物的問題 這是折磨了知學 當然是很多年 這個課題 課題是有神無神 在西方哲學界裡面 有神無神 有神論無神的爭論 是很多年 到今天都沒有答案 其實在東方裡面 一個人叫毛澤東 他提出一個解決方法 為心為物 有神無神 其實 用實踐去檢驗 所有真理 實踐去檢驗 真理的標準 包括鄧小平這樣說 我們不要看著 去研究問題 一個正態觀察這件事 觀察的研究 我要參與去改變這件事 去改變 舉例 例如我要研究一個鯉 的味道好不好 高不高級的鯉 這個鯉值不值得的價錢 例如一百元的鯉 你要研究 如果你只看著鯉 看一百年都看不到 你一定會咬一口 研究者本身要參與 改變這件事物 你才可以得到真理 而且你通過實踐的時候 所有實踐期在科學上實驗 你要改變那件物質 改變水 改變空氣 改變金屬 你才可以 即是做很多測試 所以 例如包括醫學 有很多白老鼠 白老鼠 你不可以日間觀察白老鼠 你研究癌症 你就要餵一些東西給牠吃 譬如一些懷疑 智癌物質 不斷地餵老鼠 到牠吃了之後 可能很多隻 年之後 你餵牠吃 已經改變了老鼠的狀況 你只看牠不行 你餵牠吃 改變牠 逼牠去做一些事情 而在數據裏 你便得到 通過實踐 你便得到認識那件事物 這個就是實踐 實現真理 包括在社會裏 很多社會問題 革命、戰爭、孫子兵化 你都要 這個戰術不不不不 你要實踐 做出來 改變那件事物 原來這個是一個好的出路 為物為心 有實無實 有實無實 但實際上 還有少許問題 解決不了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 如果對一些具體的事物 即存在者 你要研究它 你就會改變它 實踐 做一些事情 改變它 有什麼認識它 但對於存在本身 這個真理本身 存在的概念本身 你便無法實踐 沒有那麼容易 將概念去改變 將存在的概念去改變 你如何改變呢 你改變存在的概念 你如何改變它 通過改變實踐 去認識它 不行 所以這個實踐欠物真理 還是有些問題 尤其是很大的真理 很終極的 很高級的真理 很多時候要通過自衛 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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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思學 除了為新為物 其實它有一個花很多時候 在存在意識 存在意識 究竟 究竟 這個 傳統很多次 我們認為 我們的意識 我們的思想 觀念 就是對存在物的認識 反映客觀的存在 事實的真相 你的意識 對不對 一個正確 一個錯誤的意識 就定於你這個意識 與這個存在物 與這個客觀事實 是否吻合 就要去判斷你的意識 是否對 但是實際上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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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現象 不一定是物質 那些現象是 在歷史事件 思想 文化 或者你是創意 創意 創意 虛擬的東西 使得這個 存在意識的研究 是非常複雜 非常複雜 在海德教育 把科學拉到人學 把漢智學和科學拉到人學 為何這麼大成就 其實早在2500年前 佛陀已經提過一個概念 叫做十四無忌 佛陀 有些學生問他 很多關於智學的問題 概念很抽象世界之外 人死了之外 佛陀說 有十四樣東西他不會回答 他說這十四樣東西 講來都多遠 佛陀並不是無所不知 佛陀說我的學問只是 他做個比喻就是佛陀 他在森林地上拿了紮砂 然後他跟學生說 我的學問就是紮砂 那麼多 雖然佛陀自己很厲害 好像無所不知 他說我不是無所不知 我知道的就是紮砂 而我不知道的就是森林裡 我還未拿到紮砂 所以他有十四類問題去拒絕回答 因為他認為佛學就是要來研究一些 幫助人從富凱無邊去幸福的比喻 解決人類煩惱的問題 其他問題他不會碰 他說科學問題他不會碰 電腦問題他不會碰 IT問題他不會碰 當然佛陀當然不會認識IT 不認識電腦 那時候他怎會有 但他不會ID 不認識電腦 佛學沒有損失 不單是沒有損失 因為他不研究那些東西 佛陀將他的學問 是規範了他的紮砂 即是關於痛苦 解除痛苦的學問 將他劃進化 所以他的佛學很完整 沒有瑕疵 如果佛學 其實好像後期的佛學 有很多大程度研究宇宙的東西 就會引來很多很多問題 其實佛陀到最後都是回到佛陀 所以他不需要很多學問 因為他只是研究怎樣解脫問題 所以他回到基本步 海德介意將佛資學研究 從存在入到恥在 從科學回到人也一樣 其實西方的學問大部分都是科 人學比較少 他回到人學的時候 其實他好像是 但是這個轉向是一個非常高智慧轉向 因為他通過說 研究存在是研究恥在 恥在本身就是人 你要了解人才能了解到這個世界 我們說 智學的目標是研究天地人神的概括 但是你要了解天地人神 首先要了解人 從未知生,因知死 你要知道生,你才知道死 即是神學 你要知道研究神學 首先認識人自己 人自己才研究神學 同樣你要研究科學 本身都是跟人學出發 所以現代的智學 其實是把立足在科學上 回去立足在人學 從人學再去概括科學的事情 即是先將它的範圍 先收窄 然後再解決這個智學 無窮那麼多的境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這個道理很簡單 我給一個解釋 在現今的科學來說 雖然非常龐敗 知識爆炸 多得不得了 一生你都不研究到一分 但是你將整個科學的知識加起來 所有科學家 所有科學人類 所有國家的科學知識加起來 它只是宇宙的冰山一角 人類所知的冰山一角 宇宙很多地方我們不知道 宇宙很多物質 很多存在我們不懂 科學家不懂 這個黑洞都不知是什麽 黑洞還是有數計 有些叫做黑暗物質 原來宇宙百分之九十是黑暗物質 黑暗物質 即是連信號、電磁波 什麼都沒有信號 直到今天都不是百分之百 開始接近證明它存在 但宇宙百分之九十是黑暗物質 我們人類接近證明它是真的存在的 證明它接近證明它存在 還沒有百分百 就算你證明它存在 你不知道它是什麽 證明存在已經很困難 宇宙百分之九十是 所以我們人類對於宇宙的知識 是冰山一角 當人類的知識只是宇宙的冰山一角 你如何概括它 是吧 你至少知道百分之五十以上 你想成為概括 你即是百分之一、二的 你怎麽去概括 你的知識這麽少 是吧 你知識這麽少 好像佛陀那樣 如果佛陀怎麽去概括IT界的現象 他怎麽去概括華為、蘋果的鬥爭 他每個知識都沒有概括 是吧 等於我們宇宙可能有很多 我們不懂的東西存在 我們作為智學家 怎麽去概括它 科學家只是盡他能力 把研究數據等出來 但這些只是很局部 天文很多東西 宇宙怎麽來的 大爆炸其實都是爭論的 我們很多知識都不懂 所以我們要得到智學一個概括的時候 我們要將它這個範圍 不要擴展到宇宙 將它的知識範圍縮回到人類 人世間 主要是地球 地球其實等於中國的天地人 中國人的天 都是這個 很多的蛇子大氣層 中國人看到的東西 地就是地球 天地人 主要是地球人世間 有人活動的領域 所以智學其實是回到此在 人活動的領域 所以我們不要將智學等到宇宙那麽大 要等到宇宙那麽大 我們自己陷入困境 我們縮回到人世間 人世間其實有很多物質的東西 等下再說 其中一樣 我們回到人世間的時候 我們在佛經裡面 在心經裡面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色不以空空不以色 這個色是什麽 色以前是解宇宙物質 今天來講 色其實一個答案很簡單 色就等於產品 product 色是product 所有東西是product 是人工做出來的 人類最早的product是石頭 人的聲稱 人緣拿著石頭一作 這個石頭變成工具 變成舊石器 時代產生 人類就產生 最早的人工 當然這個人將這個石 可能改變很少 但這個石頭是人工的產品 這個文化最早 至於今天現在很厲害 整個城市 整個科學工程 無數那麼多產品 這個就是色 色是不包含非人天然的東西 色是不包含天然的東西 因為色是由因果 有違法因果做出來的 色就是等於果 因緣和合 而果就是這個色 因就是人 善因 惡因 惡因 不善不惡因 因就是有人的造作 因 其實我們現在研究人世間的 除了人之外 很多存在就是物質 乳醬水 物質 我所見到的物質 除了人之外 的精神概念之外 有物質 以色而物質 而最有趣的就是 這個物質 所有物質都是色 所有物質都是產品 所有物質都是產品 我們可以對所有人世間的物質 我們不包括宇宙物質 不包括月球岩石 其實月球岩石 拿了下來 岩善狼拿了下來 都會有些改變 產品就是人改造自然的產品 所以月球岩石已經改變了些少少 算是色來的 所以月球岩石很貴的 每一個圈 不知道多少錢 5,800美金 它由月球拿來 一個產品 一個交通 還有它鑽開了 鑽開了 鑽開來 很原始的 色 包括月球岩石也是色 但是去到其他星球 那些物質 就不是色 不是產品 它是天然 關於天然的東西 我們無法概括 因為天然的東西 我們百分之九十都不認識 宇宙間很多東西 它是沒有周期的 它是天文數字存在的 都不知它輕衰生滅 而物質本身就有研究 它是人造的 所以所有人世間的物質 器物或者產品 它都有生命周期 有些輕衰生滅 它是會有 產生的時候 有消滅的時候 所有產品都有拉攤 最好的產品 我們叫什麼 Light Time Guarantee 即是你買一把傘 它保證你 你死那天 它都會保證你 還可以收你 有些傘是這樣的 有些工具 就叫Light Time Guarantee 它Light Time Guarantee 大約可能是七八十年 即是你以前的人 買的時候二十多歲 人都沒有一百歲的命 所以這件產品 它的生命周期 有七八十年 它可以終生保養 但就算終生保養 都有它完結的一天 所有產品 所有色 我們研究的物質 存在者 我們不要研究宇宙那些 宇宙那些是科學家研究 我們是智學家研究的共性 它的普遍性最高法則 終極的真理 這些產品本身是有輕衰生 因為它是由人造出來的 而它所有有共性 所有產品都是脫離自然 是不同程度脫離自然 好像水 這些水本身是跟自然的水有些不同 第一它是經過消毒過濾 跟自然的水已經有些不同 這麼簡單 交易公園 交易公園不是完全是荒野 好像亞馬遜新聞那些很恐怖 進去可能被猛獸、毒蛇 吃掉了 但是我們交易公園去到很安全 雖然交易是自然的 但是有很多人工的改造 Protection under 規格 交易公園是規格 比如有些原來超壁 有些東西攔住 如果不是你就跌死了 但是真正的大自然 每件事 真正大自然的樣子很恐怖 很恐怖 譬如你去到外太空 打開一個太空倉 推你出去 那就是自然 那就是真正的自然 你推你出去之後 幾秒鐘 你就灰飛燕滅 那些真正的自然是很恐怖的 沒有空氣、沒有壓力 極端 靈下的一度 然後幾千度 然後有宇宙粒子 又沒有氣壓 你一出沒壓力 一人出去又會爆炸死 那些是自然的 我們的自然就是家裡供應自然 很安全 我們都完全不同 這個概念不要搞錯 這些都是產品 所有產品都有一個共同性 因為它是人造出來的 因為人它有輕衰生命 第二個共同性 就是它一定有人造 有製造者 如果產品有問題 你要追究誰做出來 第三就是它 就是脫離了遲 不同程度脫離了遲 譬如我們現在的芯片 咬到飛起的那些 那些芯片那些晶體 那些雜性電腦 原來是 Silicon是石砂 是砂粒提煉出來 然後就灌很多東西 晶體本身是砂粒 但是已經離開砂粒很遠 離開砂粒很遠 譬如石油 它離開石油很遠 譬如金屬離開鐵礦很遠 是吧 經過提煉 連抗炎 然後改造很多東西 所有產品 越貴 譬如努力士錶 為什麼這麼貴 努力士錶有很多工序 它離開原來的抗炎很遠 所以這些是 所有產品 就是 不同程度地離開自然 但是它離開自然 就有一個問題了 它離開自然 就有一個地心 自然有一個地心吸力 就會把它吸回自然 所以這些產品經過幾十年之後 它會塵歸塵 土歸土 回到自然 它們這些產品就會消滅 這些產品毀壞了之後 人又要再從一間production 再做個新的產品出來 不斷去替換 不斷替換 人才可以生活 所以 產品的特性就是很多共同特性 我們就研究很多東西 這是非常有用的 是知學範疇 或者是存在 它存在有很多存在的意義 存在意義是它和自然不同 和它有生別周期 生別周期亦產生了因果 有因果 一件事 一件產品出現 一件果 之前有因 一定有人在做 補得信 一些工人做 還有設計師 工程就是設計 很多工序才出現 我們果就追合 有果就一定有因 在佛學來說 始有故彼有 始無故彼無 佛學因果是解釋得不對勁 其實應該是果因 有因 有因不一定有果 為甚麼呢 身人貨貨金腰大 足橋修路無私鞋 你種了善因就變成果 譬如大家生產 譬如大約準時做麵鋼 有很多因 有很多人造作 但不一定有好產品 你的產品失敗 種瓜不一定有得瓜 可能災無遇 或者胸死亡不好 不一定有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農民耕種不一定有成果 沒有成果時就會饑荒 所以因和果 有因不一定有果 但反過來有果一定有因 這個存在就是找到另一個 有果一定有因 就是種了果出來 去後有原因 你成功一定有原因 但你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你成功一定有努力 反過來 所以此有故彼有此 所以因果反過來就很精確 很多人說 我做了很多因 為何沒有結果 結果可能去到別人那裏 或者是失敗 因完不和合就沒有結果 你不定有因無用 你和合才有果 你努力不一定成功 你考試不一定是畢業 你考車牌可能會失敗很多次 你考一定考得到 但有成果一定有因 這個又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奧秘 因爲有因有事物有輕衰生命 我們又會出現一個波浪的規律 波浪就是易經所講的 波浪 波浪是從因過的 因爲你現在存在物 產品是造出來的 做出來便升起 那件產品便升起 然後經過一段磨滅 然後周期完結 便跌回去 然後有新的周期起 即是叫做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所有波浪是由因過 波浪是普遍的 你都追尋了因過 而且我們所講 從存在以後 存在的始在 始在的人 人本身都是一個產品 就是你媽媽和爸爸做出來的產品 是吧 你的出現就是有人造作 有因 那你才有過 生起 生起之後生老病死 你的生命周期 是波浪 死了之後 可能你又有延續下降 那波浪生命周期 或者研究者本身 這個人研究的存在 他的存在 研究者的存在 的始在 本身都是一個產品 就是一個產品 它是脫離子 人本身是脫離子 人 自然以前是沒有人 你去到月球 去到所有星球 你不見到人 在地球那裡才有人 人 以前是沒有的 是吧 比如恐龍六千萬年前 人都未出現 是吧 又恐龍死了 過很多年之後 是人 所以人的出現 之前是沒有人 是吧 所以它 人的 怎麼來呢 存在怎麼來呢 輕衰生裂 就是用中華的智慧 就可以描述到 研究者本身的始終 存在的規模 存在的規模 存在本身 我覺得隔離子 找不到 可能答案是在東方哲學 現在我就給你答案 東方哲學 就是關於這些存在 經衰生裂 因果 脫離子 回復到次 塵歸塵 土歸土 包括人本身 都是這個規模 這個存在其實已經不可避 根據中華智慧 就給了很多很多答案 這個 這個 剛才說的 這個 康德 關於時空框架 剛才 這個用中華智慧 逆經波浪和佛學 色地空解釋了存在很多好避 已經很清楚 首先 當然你將這個色 與宇宙物質分開 我們研究科學 科學還不是 歸分科學家的研究 我們之後是研究人 研究人為主 從人學 但人學可以與科學有關 剛才說的產品 就是科學 所以科學都是為了做產品 科學99%的目的都是為了製造產品 科學就變成技術 科學的目標其實是產生技術 技術就是工程 工程就是製造產品 是吧 所以 到產品 技術跟人有關 產品是由人有關 當然我們研究一些 pure的物質 與人無關的物質 這是屬於物理學 可能是天文學物理學 這些是科學家的研究 科學家本身是根據數據實驗結果 進行概括 科學家不會狂妄到研究終極真理 因為他知道科學家對於宇宙的認識很少 他不可能有一個終極真理 但人、哲學也不會根據科學家做的事 但哲學回到恥在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研究終極真理 因為我們好像佛堂一樣 十四無忌 將我們人研究、知學研究 立足在人上 人本身 剛才不是說 所有人 就是恥在 是產品來的 人的產品 人是 這個產品又做了一些產品 人是一個產品 被父母做出來的產品 做了一些產品出來 人本身又做其他產品 研究法文縮窄了之後 我們可以研究很多 當我們研究工程學裡面 工程學裡面有很多文理學的知識 很多科學的知識 我們會牽涉到科學的東西 但我們不是走入純科學 我們那個工程技術 就是全部都是跟人有關的物質 這個色或者產品 就是跟人有關 因為產品本身就是人做出來的 產品本身裏面有人的因素 剛才講到康德這個 我們講產品之外 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 轉另一方向就是講知識 當然我們不可以說知識本身是產品 知識跟產品很多時候對應 知識很多時候是關於產品的知識 知識跟學問本身有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又需要跟存在好關係 因為知識可以製造產品 產品就是製造了存在 知識很多時候是存在的來源 知識是存在的來源 將這個存在跟這個產品 分上關係 我們除了概括這個存在物質 產品之外 我們很多時候是概括這個知識 對知識進行概括 知識學家除了對產品進行概括之外 我們還要對知識本身進行概括 對前齡的知識 這個康德的偉大地方就是 我們知識之前有個鮮艷框架 將所有西方的知識 西方學問等在時空框架裡面 那些是後天知識 先天有框架 沒有這個時空框架 後天的學問沒有可能 它已經做了一個基礎 和派生物的很精彩 但是一個問題 它這個康德的概括 就是很多問題都解決不了 所以康德寫了兩本書 一本叫純粹理性批判 實踐理性批判 實踐理性批判就是講道德問題 道德問題就不能用這個框架了 道德什麼是時空框架 所以它搞了很久 要用很多神學上帝的東西 所以在那實踐理性批判 在道德方面 在精神現象方面 又不一定是時空 所以發覺時空框架 不可以蓋過時空框架 時空框架可以蓋過西方的大部分學問 可以蓋過科學 因為科學立足在數學和幾學上 但是在中國人學、儒道式的學問 這些學問、倫理道德、歷史、責任 這些東西不是科學 不是幾何可以講 這些東西 所以人類知識 除了它建立在時空框架 其實還有另一種框架 這種框架是中國人說的 就叫做時態框架 時間和狀態 比如中國知學範疇 中國人不是時空框架 中國整個學問 西方整個學問當然是時空框架 先天 中國的先天就是時態框架 逆經、逆轉又說 譬如陰陽、五行、太極、天道、人道、天命、道氣、精氣、理氣、形神、像素、體用、盈命、人體、光常、心情 包括很多孫子兵法 孫子藥 兵者各之大事 四生之地全亡之道 波不察也 故經之厭門 後之計 而索其情 一約道、二約天、三約地、四約帳、五約法 一大堆內 你看這些全部都不是時空框架 很多人講狀態 如果不了解狀態 這個概念 沒有這個先天框架 不是很成熟的這個框架 中國人先天 很多 剛才說的大堆中國知學的事 陰陽五行這些 我們將這個時態框架非常精密 相對於西方幾何一樣是這麼精密 我們有了這個時態框架 中國人學問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是立足在這個時態框架 不是時空 如果人類有兩個框架 即是有兩副眼鏡 好像現在有近視鏡又有老法 漸變 你就可以看清楚遠的東西 看清楚近的東西 這是漸變的 所以你的眼鏡 先天框架有時空框架 同時有時態框架 你就能夠概括西方的學問 和東方學問 這個就是時空與時態 做一點點概括 首先 中國文化五千年 這是很堅實的東西 不需要懷疑 中國文化裡面有中華智慧 中國文化是精緒的中華智慧 包括预導式的智慧 中國文化是無法 argue的 中華智慧本身都無法 argue 因為中國文化很… 為何我們要立足中國文化 因為中國文化五千年 這五千年其實是絕大部分 四千多年都是領先西方的 所以我們玩哲學的時候 首先要立足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更堅實 比西方文化更堅實的時候 沒問題 文化走一步要向哲學接近 首先要走一步要智慧 將文化裡面的精緒 叫做中華智慧 提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 就是中華智慧與西方智慧 不是中國文化 中華智慧又精緒一些 接近了智慧很多 因為中華智慧又非常燦爛的盛存 儒道式 由易經開始三千多年 又很長 一直都有人研究 很短過的 跟西方智慧一樣 是楊同等 中華智慧我們還要收集 收集叫做中華道論 中華道論是《道德經》裡面說的 緣之有緣 眾妙之門 眾妙之門 眾妙之門是人世間 所有知識互備的所示 其實這個 眾妙之門跟西方智慧或智慧所追尋的 終極真理是統一的 從中華文化收集 中華智慧 中華智慧裡面 特別是中華道論 中華道論其實包含兩樣 第一 主要是道德經 老子智慧 另外就是易經的智慧 易經是道德經的智慧基礎 易經跟道德經易度 就是中華道論 中華道論是尋找一些終極真理 跟西方智慧完全一樣 然後因為這樣的水平 進去中國就有哲學 開始 為何中國哲學 因為我們參與了西方哲學的研究 為何慧能從一個斬太腦 變成佛學家 佛學大師 因為他參與佛學的研究 解決了佛學問題 所以慧能由一斬太腦 變成佛學大師 一等一的大師 所以中國文化中華智慧中華道論參與了 剛才一直這樣說 參與了西方 包括拉到人 人都存在 解決了那麼多西方哲學問題 所以中國就有哲學 因為參與了 入了門 所以這樣證明中國是有哲學 尤其是二十世紀之後 但是成就來自古代 我們解決西方哲學 是利用二三千年前的中華智慧解決的 二三千年前的中華智慧都屬於中國哲學 就是以人為本 文本主義 中西之外相對融合 是以道臨天下學問 以道臨天下 是來自《道德經》第六十章 《刺大哥若攀小仙》 以道臨天下 其鬼不臣 非其鬼不臣 其臣不相仁 以道臨天下 用道去捧難捧治天下 以道臨天下學問 以中華道論易經和道德經的智慧 去統帥整個天下學問 這是我們中國智慧的智慧 學的困境的新粗路 為何說 有中華智慧 玩西方智慧 為何沒有都不行呢 因為這是人類知識的先天基礎 剛才說的先天基礎 除了有時空框架 有時太框架 現在先天基礎 人為自然立法 解決了唯心與唯物的問題 唯心論和唯物論 只是爭論 心是基本 只是物是基本 現在解決就是這樣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 道生一、一生三、三生萬 為甚麼呢 道是甚麼呢 道是最高法則 一、二、三是太極三、兩、兩生 四、四、四、五生八 也都是一、二、三 一是概念 二是藍圖 三是production 四是萬物 就是產生的 product 產品 即是概念 一 然後有藍圖 再具體一點 然後有製作的生產程序、工序 然後有產物 所以我們看到萬物是否由道來的 是由道來的 道是甚麼呢 人為天地立法 人為自然立法 這個所謂自然 一部份是人工改造的 產品 我們為何城市都是自然 家裡公園 所有整個世界 花花世界 都是人經過精心設計做出來的 這是物心與物的關係 其實我們以前很難證明 心是先還是物是先 現在如果是以產品角度來說 不要以宇宙物質 宇宙物質一定不與心無關 是吧 天黃星、美黃星、太陽 與我的心無關 我不是做出來的 但地球上所有產品、所有物 地球上所有物、產物 是由心做出來的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生、萬物 就清楚了 解決了問題 我們將範圍窄了 我們不是解決宇宙 因為以前證明人學和科學混亂 證明物質是在人之時 因為未有人已經有宇宙 好像恐龍一樣 未有人已經有恐龍 恐龍這物和心有什麼關係 只是後期人的心去認識它 所以人的心要跟恐龍 未有人存在 沒有人參與的物質 要根據它的存在認識 但這個不行 所以遺心與迷物 在產品角度來說 是心的先的物 所有產品都有人心的印證 是因果的 存在的Obey 剛才說了 此有故彼有因果 其實因果律都要分兩樣 西方因果律是 cause and effect cause and effect 是一個機率來的 一件事件出現 A和B沒有絕對關係 即是有機率的關係 你不可以說有太陽 然後就有溫暖 你要證明有太陽 然後有溫度 A、因和果都很複雜 不一定有 有太陽不一定有溫暖 因為你在月球都有太陽 不溫暖 在科學的cause and effect 不精確的 不是百分百 但在人間世界 effort and return 努力與回報都是因果 這是因果法則 所有因果法則 此有故彼有 因有人造作的情況下 因果就準確 輕衰生滅 雙生雙黑五行 我以前講過很多關於波浪的東西 波浪呢 波浪呢 就是存在很多的法則 即是波浪來的 有些時候 我們去到現代物理學 都是全部是波浪 現代物理學 很多時候其實是沒有人的參與的 客觀物質 這就不是人物 客觀物質 客觀物質 為什麼都有輕衰生滅呢 都有波浪呢 叫做降波 星波 引力波 宇宙那麼多波 其實宇宙那麼多波 是我們用人類知識的波浪 人為萬物立 人為天地立法 用人 很熟悉的波浪 而宇宙百分之九十沒有波浪 宇宙百分之九十沒有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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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不認識到那部分的宇宙 到現在人類都認識不到 人類只認識到有波浪的部分 比較多 比較容易把 所以這是人學的向宇宙的延伸 但不是絕對不夠什麼的 至上我們可以說 通過中華智慧、中華道論 我們可以進入西方哲學 幫西方哲學 好像為能、幫佛學 他們以前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如果西方哲學家 本身對中華智慧、中國哲學 沒有認識的時候 很困難 大家有什麼可以討論 大家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其實到西方人 住不住做道家、瑜伽或思想 沒有,他們應該不會 分監勉強知一點 有哪裏是類似比特幣的方法呢? 比特幣是一個虛擬做出來的 虛擬做出來都是一種存在 它都是存在 它未做出來的時候 即是開礦機 它未開礦的時候 它還是不能存在 到它成長之後都是存在 所以虛擬的東西都是存在 所以存在其實包括實體和虛擬 物質和精神 好,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到這裏 我可以一千多個掌聲 多謝 謝謝